再看也是晚間最新 第十二次全國同軍大露營 晚間在臺南舉辦開幕典禮 總統賴金德以總會長的身份出席 然而身為理事長的鄭文燦 卻因為涉攤遭到收押缺席 賴金德在活動中面帶微笑 沒停下腳步受訪 黨內自家人聽到鄭文燦三個字 也紛紛快轉離開 請自衛得獎者掛上仁愛榮譽章 總統賴金德以總會長身份 出席全國同軍大露營開幕 但就這麼巧 證書上正印著中華民國同軍總會理事長 鄭文燦的名字 賴金德頒獎幾乎全程面帶微笑 似乎一點也沒受到 不久前鄭文燦因涉攤遭收押的消息 所影響 或許對這結果並不意外 相較幾天前在不公開場合 對鄭文燦涉攤案說重話 這天晚上賴清德結束行程後 沒受訪快閃離開 自家人聽到鄭文燦三個字 也紛紛加快腳步 鄭文燦交保夢碎 根據民進黨廉政會決議 從12號起停權三年 假使一審判決有罪恐遭除迷 鄭文燦成了綠營執政後最大咖貪污犯 昔日子弟兵也很低調 希望外界給他一些調查的時間空間 我們也靜候司法調查 希望早日偵辦到一個水落石出 隨著鄭文燦確定收押 民進黨從上到下瀰漫一股不尋常氛圍 記得這種報導